在一片無人的森林裡 你撿到一張羊皮紙 經過火烤之後 紙上浮現了一串神秘的密碼 你能破解這串密碼找到寶藏嗎? 大家好,歡迎來到樹桿實驗室,我是以薇 剛剛那串密碼是不是很酷呢?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破解神秘又有趣的金甲蟲密碼故事 還要動手做個屬於你自己的密碼桶 最後再教大家設定密碼的小撇步 自古以來,戰爭成功的關鍵 除了誰兵力強大之外 訊息傳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想想看,如果從我方本部發出半夜偷襲的指令 結果呢,傳令兵被對方抓到了 那還能偷襲得成功嗎? 所以呢,像西元前500年希臘的斯巴達人 他們每個部隊都會有一種特定尺寸的木棍 傳令時只要帶著一條看似隨機磕了字母的皮帶 到了自己部隊,再把皮帶繞在這個木棍上面 就可以知道有軍想要說什麼話了 然後呢,敵人就算抓到了那個傳令兵 只要沒有那個木棍 那其實還是有機會可以破解啦 比方說呢,他只要試試看各種等鍵格的組合 或許就有機會能夠猜出來 可是呢,斯巴達人也不是笨蛋了 他們就想,那既然這樣 我就不要用一根從頭到尾都一樣粗的木棍 而卸得像是這種錐體的木棍 一端細,一端粗,這就不是等鍵格 那就沒有那麼好猜啦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敵軍 你就真的破解不了了嗎? 這其實啊,就好像說一個人出題目 被另外一個人解出來之後 那這個原來出題目的人就會再出更難的題目 再被解出來之後 我就想更難更難的題目 最終呢,兩軍雖然是敵對打仗 可卻一統去淬煉出來非常厲害的智慧捷徑 那就是密碼學 那什麼是密碼學呢? 我們換一個說法來解釋 密碼學就是你想要說一段話 可是只想讓特定的人 像是家人、朋友或是銀行或戰爭時的盟友知道 其他人最好是聽不懂也看不懂 那讓我們用更清楚的說法就是 你說的那段話,我們稱之為明文 透過加密這道手續之後 就變成了暗文 那因為除了你朋友,其他人都看不懂 那你的朋友看到這段暗文之後 他會再運用解碼這道手續 把暗文變回明文 傳統的密碼學中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斯巴達人的密碼棒故事 接下來就是距今兩千多年前的 凱撒大帝登場 他的名言就是 我來、我見、我征服 聽起來超中二、超狂的 可是凱撒的確是歷史上的名將 有非常非常多厲害的地方 而其中之一就是他發明了一套 給自己軍隊使用的凱撒密碼 這套密碼加密方法很簡單 就是把字母的順序往後移三位 因此解碼時往前移三位就可以啦 據說凱撒對自己這套加密方法非常的自豪 還常傳授給別人 後來呢還有人根據這個發明一個密碼盤 就方便去做明文暗文的對照 這樣的加密方法 以現代的眼光看來非常的不牢靠 因為即使不知道加密究竟是評級幾個 我也能夠去暴力的破解 最多是25次就能夠解開 但你要想喔 考慮到一千年前的一般百姓教育水準 他們可能連試字都有些問題了 而這套密碼當時的確是非常管用的 那凱撒密碼呢雖然不完美 可是去開啟了一條密碼研究之路 後來很多人就會把它加以變化 例如做出了維基尼亞密碼 方法呢和凱撒密碼差不多 只是要多一組約定好的關鍵字 使用這個數種的位移量再進行加密 我們先將凱撒密碼所有的可能 用一張26x26的表格整理出來 那如果今天約定的關鍵字是T 在加密的時候呢就會依序使用 表格中的T列、E列跟A列 比方說現在加密GUN這個單字 我們就先用T列把這裡的G對應到Z 再用E列把這裡的U對應到Y 最後用A列N依然對應回N 三步走完你就會得到GUN 經過TEA的關鍵字與表格加密後 會變成ZYN這個莫名其妙的字 有聽得很迷糊嗎 那表示這個密碼其實真的還蠻厲害的 就算慢慢的去講解 大家也還是會一時間無法能夠理解 到底是怎麼轉換的 我們建議呢就是多刷幾次這個影片 那你就會聽懂啦 1917 年科學人雜誌還一度認證 這個維吉尼亞密碼是牢不可破 不過啊其實天底下很難有完美的密碼 其實早就有人破解 只是沒有發表耶 那為什麼不發表呢 這個理由也很簡單 小偷知道怎麼樣開你的保險箱 怎麼還會特地去跟你講說 欸你的保險箱根本沒用呢 凱撒密碼跟維吉尼亞密碼 這一派是有規律的去移動字母 用C表示A 用D表示B 這樣子 你可以想想看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來進行編碼呢 就會有人想到說 欸我乾脆直接把字母的順序打亂 再來重新對應 比方說用C表示A 用Z表示B 根本不管拼音幾個字 直接把它變得更混亂 甚至我表示出來的也不是字母 乾脆我用一種很奇怪的符號 逗點標點符號來表示 這樣看起來不就更亂 更困惑別人呢 你說這會不會很難呢 不會 因為啊 這個密碼看起來夠恐怖 夠不好解吧 可是它的發明者呢 不是什麼數學家 而是一位作家 當然這位作家非常非常了不起啦 他是人稱推理小說跟恐怖小說之組的 艾倫波 艾倫波的經典小說 金甲蟲的故事是這樣子 主角在森林裡面撿到了一張羊皮紙 他經過火烤之後呢 出現了剛剛那一串密碼 那主角又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去思考 這串密碼到底是什麼 該怎麼樣去破解 那這個破解的規則啊 答案講出來你一定懂 我們給大家三秒鐘時間來想想看 關鍵是頻率 主角就想啊 雖然這串密碼 亂七八糟的毫無頭緒 可是我知道 它是一串英文寫成的 而英文裡面呢 有些字母出現的頻率比較高 比方說母音的AEIOU 有些字母出現的頻率比較低 比方說XYZ 你只會在數學裡面看到它 所以他就開始去找 然後發現說 這個密碼裡面最常出現的符號是阿拉伯數字裡的8 而英文字母裡面最常出現的是字母1 所以呢 我們就拿8換成1 再來繼續用字母頻率就可以繼續破解下去 可是 艾倫波是小說大師 這樣寫下去 就好像在寫程式 根本不是在寫小說啦 所以當然要換一個方式 於是 艾倫波想到說 1是最常出現的字母 有沒有最常出現的英文單字呢 一定有嘛 大家覺得是哪一個字呢 答案就是定冠詞的 所以主導追找的的最後一個字母 剛好是1 那有沒有1前面剛好有兩個符號 這個三個符號一組 不斷不斷的重複出現呢 你可以看到嗎 分號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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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說 分號是T 4是H 一次就破解出兩個字母啦 再來啊 這邊有一個 T 左括號 11 這個密碼是在森林裡面找到的 所以這個單字 必然是TRE 所以左括號就位是R THR中間是雙字號 問號3 那有個單字是THR 所以我們又一口氣破解出三個字母啦 到這邊 就都可以靠單字來猜出不同的字母啦 所以最後我們就能夠破解出整段的密碼 以上就是金甲蟲裡面關於密碼的部分 這整部小說啊 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其實影響很深遠 比方說呢 二戰時候幫助美國成功破解日本密碼的密碼學家 弗里曼 他就曾經表示說 他會對密碼有興趣啊 就是因為小時候讀了金甲蟲這本書 而這個利用字母出現頻率不均的方法來破解密碼 也真的在1587年發生過 當時蘇格蘭的瑪莉女王意圖篡位 她和同黨之間用密碼來傳遞訊息 可是就被政敵用頻率分析的方式來破解 最後被送上了斷頭毯 所以你看 好的密碼真的非常重要吧 那上面剛剛講這些都是比較簡單的密碼 拖這個電腦 諮詢科學 還有數學的發展 現在的密碼 已經不是我們這邊三言兩語就可以講完的 也沒有那麼好破解 不過呢 如果你還想要動手玩一玩 體驗加密跟解碼的樂趣 那就快跟著我們一起做一款屬於你自己的密碼桶吧 要準備材料有 一張大小約A5的瓦刃紙板 A4的卡紙可以選兩種顏色 各準備三張 一個色做轉輪 另外一個顏色做卷筒跟把手 還要準備圓規、美工刀、紙齒、切割墊、鉛筆、剪刀、雙面膠、保麗龍膠 首先呢 我們就要用圓規在瓦刃紙板上畫出三個半徑2.5公分的圓 跟三個2.3公分的圓 接下來呢 分別用保麗龍膠黏在一起 就會得到兩個一大一小的紙板蓋子 接著要做卷筒 到影片下方去下載密碼桶模型圖案 列印出來 把卷筒A圖案剪下來 描在卡紙上面 你就會得到一個19公分 乘上11公分的長方形 還有一個寬度1公分的標記線是外側 之後要做凹槽 在這個三個接縫處黏貼上雙面膠之後 拿起半徑2.5公分的紙板蓋子 把卡紙繞圓貼上去 建議一邊繞的時候要注意貼起 讓這個卷筒前後的管徑相同喔 再來 把卷筒B的圖案剪下來 一樣描在卡紙上面 就得到一個19公分乘上11.5公分的長方形 跟剛剛的步驟一樣 把卡紙跟2.3公分的紙板蓋子 用雙面膠黏起來就完成卷筒啦 接下來呢 要把把手圖案剪下來 描在卡紙上面之後 剪下一共要請你剪出四片 組成兩組把手 再把這個把手接縫處 黏上雙面膠之後 用紙紙幫忙折接縫面 一片朝外折 一片朝內折 之後相黏起來 就會完成兩組把手啦 再來把轉輪圖案剪下來之後 一樣描在卡紙上 然後剪下來 一共要剪出六片 就會組成三組的滾輪 在這個接縫面上 黏上雙面膠之後呢 雙面膠朝外要折好 再剪下長條紙的圖案 就得到一個長約30公分 寬約3公分的長條紙 共3條 每隔5公分請你折一下 然後再撕下 轉輪上面的雙面膠 黏上紙條 組裝起來 注意這個方形小山洞要對齊哦 這樣子就終於完成這個轉輪啦 拿出兩個把手跟捲筒AB 把其中一個把手底部中央 點出寬為1公分的標記 對齊捲筒A上的凹槽標記之後 再用保利龍膠黏上去 再把凹槽岩標記剪下來 另一個捲筒也是一樣 黏上把手後合體 接著呢 把轉輪的小山洞朝上 跟捲筒排好對齊 拿出鉛筆 標出卡榫 跟這個轉輪正面的標記點 剪下卡榫的圖案 得到5條寬度約0.8公分 長度約20公分的長條紙 捲起來做卡榫 記得要捲平捲頸 那捲好之後 在最末端用雙面膠或保利龍膠 把它黏貼起來 然後呢 再把三個卡榫 黏在捲筒B剛剛標記的位置上 另外兩個卡榫 黏上捲筒A 固定轉輪它不會移位 等到澆水乾一點之後呢 再把轉輪的方形小山洞 對齊凹槽裝上捲筒A 再插入捲筒B 完成密碼統計關 確定轉輪有方形小山洞那一面 對齊凹槽 再把把手兩側貼上小圖案做標記 接著再轉輪的正面 寫上或貼上正確的密碼 其他面隨意填寫 最後美化一下 就完成屬於你自己的密碼桶啦 最後呢 可以根據密碼桶實際狀況稍微修剪 讓密碼桶的操作更順暢喔 最後呢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日新月異的科技 讓這個設定密碼這件事情 變得越來越需要技巧 像生活中我們常常需要設定各種 6位到12位的英文加數字的密碼 除了12345678 最常見的組合可能就是用自己的英文名字 加上生日 而這樣的密碼 其實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卻被對方猜中 可是設計太難 我們就常常怕自己會忘記 所以呢 我們就會向凱撒學習 利用轉制、位移 來輕鬆地製作出一組 別人看不出來索然的密碼 例如 出生來3月14號的NUMNUM 他常常會用NUM314這組密碼 可是被盜用過之後 他就會想說 欸我應該可以把名字和生日穿插 變成N3UEM4 又或者是 這樣這組密碼的順序 往後移3位 變成了Q6X4P7 是不是就更難猜啦 以上就是密碼學故事的分享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所有為密碼苦惱的朋友 舒展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